Hello 大家好 我是龚 柯 韻 Karen 想知道我和這班朋友仔和電夏 究竟拍了什麼呢? 那就要快點按進去條片看啦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啦 YO 大家好 我是電夏 想知道我和這班朋友仔 和 Karen 龚 柯 韻拍了什麼片給大家看 就快點按進去看片啦 還有啊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去年的時候 十一月已經有四百間餐廳閉了 那你們是怎樣維持到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龚 柯 韻 Karen 這次我是約了一個YouTuber 一起去吃東西的 第一 他是一個地道的香港人 第二 他的語言天分比我更加厲害 他懂得測過語言這麼多 然後呢 他又很喜歡支持小店 這次呢 他就帶我去吃一間我的家鄉美食 所以Let's go 欸 見到他啦 來 打個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電夏 Hello 電夏 Hi 第一次見我 好開心啊 我們第一次見面 你又真的介紹了一間馬來西亞正宗的東西給我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其實在香港我們都有不少外地而來的移民 適合現在疫情 我相信很多在香港住的人都會面對著不同的問題 我們呢 今次這個企劃就想帶起 引起大家的注意 讓大家可以關心一下這些外地的移民 其實他們都很努力為我們香港同現場的 我們現在進去 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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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伯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Derek Jones Mionia Carmen的廚師和店主 來自檳盛的伯瓦間家庭 今天我們很期待會有什麼吃到 吃一下我的常計私房菜 好啊 很期待 今次來到一間馬來西亞人開的正宗亮爺小店 亮爺是十五世紀初期的時候 中國明代和清代下南洋 和當地原住民通婚生的後裔 男的就叫做爸爸 女的就叫做Nionia 離鄉別井已經是很辛苦很勇敢 又要面對疫情 不能回家 生意又大受影響 今天除了要探索美食之外 亦都想探索食物背後的故事 好了 現在開始 要跟Karen學編馬來西亞華語 對 馬來西亞的華語 馬來西亞的華語 可以放進去現實到 有些香港的風味 譬如有些魚蛋、奶茶 放大魚蛋 突然看到長洲魚蛋 看到長洲魚蛋 按下去會有些 動畫的酒精 馬來西亞美食 和我們本地香港的街頭小食 來做一個Cross Over 你看到現在很開心 哇 野食到了 好大隻蟹啊 海鮮垃圾 超級厲害 這個 我沒有看過要玩垃圾 醬大的 醬多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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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螃蟹 加 加 然後有Sotong 有Sotong 有大汁的 Nionia式的 自己做的辣椒 這個辣醬 對 這個就是 我們馬來西亞人 經常用的 吉仔 吉仔酸梅 那些飲品 然後 野食我們都會擠一些吉仔 我自己都會擠在辣椒醉上面 因為 我不知道你習不習慣 所以都 都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對 它是類似金的感覺 不過是很酸的金 對 哇 要哪裡開始 怎麼開始咀嚼 你看它的那個 哇 這個 很大 這個 哇 屈肌 這個很屈肌 這個很屈肌 馬來西亞人好像不知道 什麼叫屈肌 應該是不知道的 是嗎 什麼屈肌 你解釋一下 這東西 很厲害 很厲害 很難超越 哇 一撕出來就馬上有蟹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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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入味 已經有辣沙味 有蟹 有辣沙味 很厲害 這東西 今天是親自發飯給我們的 沒錯 可以跟菜菜 也可以說 今天我想吃一些特別的食物 骨 可以 來香港 其實很不習慣 有人會把骨 放在碟子裡 馬上生日我們是用碟子來吃飯 不過是這樣的 我們一來到香港 把飯全部放在碟子裡 是嗎 人們就看著 全部放進去 為什麼放在碟子上那麼怪呢 香港人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東西 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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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是因為你骨頭的地方 所以你不會放要的東西在碟子上 對 用來放那些食物 通常是在碟子上 或者是夾到碟子上吃 這個環節 通常我都會擠一擠這個 擠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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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麵 不過你擠少許 你試一下 你可不可以 然後 辣椒 可以放在筋裡吃 哦 這樣的 哇 這個地道吃法 對 你要喝一點點 如果是怕辣 我喜歡吃辣的 嗯 這個散巴你有沒有買的 有 有 我要買的 馬拉棧 吉仔 馬拉棧 其他食物料理 嗯 很開心 有海鮮 有 辣沙咖哩汁 哇 豆腐泡 入了味 吸收咖哩汁 蝦非常爽 對 蝦 我都很喜歡 嗯 這個是我吃過最正宗最地道的 嗯 一模一樣 馬拉棧 嗯 兩天他們是廚藝很出色 哦 積衣 那些 豬片 都很出色 而且是分成人 分成人 分成人 我覺得是 對食物的 taste 是最好的 最嚴格 因為疫情 我們 都沒有機會出去外國吃些地道的食物 是啊 但沒有想到 香港有這麼正宗的馬拉棧 餐真的 哇 滿足 第二款就是這個 大粒麵 大粒麵 好像很厲害 又是 有海鮮成分 麵很香 入味 豬油 哇 有一點小興酒的味道 噢 池頭你 是 你是馬來西亞的便宁蘭 便宁蘭 是 奔城來的 就是我們是同鄉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馬來西亞人都是同一條心的 是 我是沙巴人 我是沙巴人 我是沙巴巴 哈哈 當然 你在不同的省 是不是 可能文化有一點點的差別 食物就有一些接近的 那其實你來了香港多久啊 啊 接近有七年有 七年啊 我來過你 十年了 你拿了Pia沒有嗎 啊 還沒有 還沒有 是啊 你為什麼會來香港的 哦 因為我老婆是香港人 啊 所以你是娶過你 哈哈 真的嫁過來了 哈哈 你跟我一樣 我嫁過你 我真的嫁過來了 但是我很好奇 你為什麼廣東話可以說得這麼正的 就是說你是來到這裡學啊 或者是當地已經 懂得講 就是講 不懂的 真的不懂的 我在馬來西亞呢 我講廣東話的時候 在KL 我讀書 有些人說 喂Karen你有沒有再講潮州話 哈哈 她聽不明白我講什麼 我就不敢講的 來到香港呢 才夠膽講的 因為大家都講的嘛 那你呢 你是來這裡學的 我也是 是的 之前的時候 就 懂得聽一點點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 你知道 懂得聽不懂得講 哈哈 真的 一半一半 我今天來到香港 第一件事就是 要入鄉隨俗 你要先學廣東話 你可以跟別人溝通 尊重別人 所以就 學講話了 之後就學看文體字 我也是 是的 在馬來西亞呢 幾個地方的人 才講廣東話比較多 譬如說吉隆坡 是的 還有二寶 是的 其實在檳城 福建畫比較多 是的 還有吉打那裡 吉打 和霹靂那裡 差不多都是福建畫 福建畫 而沙巴那邊 就是客家園多 還有 剛才你說繁體那樣東西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是看 簡體字 你是80後來的嗎 是的 80後 其實因為是這樣的 70後是學繁體字 聽前輩 或者學長說 他們都會寫 一旦又 跟中國大陸那邊 我們就全部 統一要學這個 簡體 和拼音 拼音很難 很難 我也是 才學怎麼看 寫的 我是寫不出來 泰南 很多筆 如果不是在香港長大的話 拔抄應該是會哭的 公子都已經拿我命三次 我想問你 你一開始來香港 就是想開餐廳的嗎 是的 就直接開了 我就用了一段 你來西亞有沒有開餐廳的 我有開過 但不是餐廳 我開的好像那些 在別人的咖啡室那裡做那些 你知道嗎 好像雜飯 經濟飯 很多樣送的 雜飯 是的 那些很多樣送的 即是香港那些叫做什麼 四送一 是的 差不多那些 鐵頭 是的 一次過 你主要煮十幾道菜 還沒做雜飯的時候 都是做酒店 今天到 需要創立自己的事業 因為你打工 我看到很多老師傅 到了你五十五歲六十歲 你就一定要退休了 但你的前路 還有一段時間要走 是的 很多時候他們就不知道 可以做些什麼 我想做久一點 我想做到八九十歲 所以我也想在這裏煮食 就是想繼續為家族的那種 送菜 做回我自己的糧食菜 哦 那你就來到這裏 立即想開餐廳 我看到你店裡 真的有很多 以前那些糧食的相片 是的 然後在背後 剛才也拍到一些衣服 真的是糧食的衣服 這些是你媽媽的衣服嗎 是的 媽媽穿過的衣服 這些衣服差不多都有八十年了 即八九十年 你看他的衣服 其實有些是有穿孔的 是的 有穿孔的 一些就是媽媽喜歡吃煙的 有些很小的孔 可能就比那些 蟑螂 在馬賴那裡有時候 我們收得不太好 嗯 然後就有一些小小的孔 但是這些幾結 是比較好一點的 是 已經很好的了 哇 你連媽媽的衣服也帶來香港 哈哈 你是不是帶了很多東西來 真的 真的被人認識一下 你知道這個 梁野的衣服他們當然是白癡 嗯 就是 你在當時那個年代 就是十五世紀 這些衣服 是屬於 就是說 是很fusion的 就是明朝那時候 他們當然是說 他們的女人都算開放的了 是啊 我看到有低胸 是 就是 裡面就穿一件內衣 然後就長壽 已經變成現在的年代 就好像現在的新聞主播 那一條鞋 裡面穿一個白衣 是 但是這些是他們的 就是說他們的祖先 是 就是說他們當時已經有這樣的著 你是不是最後一代 說真的 就是 我知道以前可能 會不會說 爸爸和 真是一個族 而是政府會承認的 現在會不會呢 現在會不會呢 現在沒有了 真的很可惜 在1960年之後 有一些政治的因素 我們爸爸和 不歸於 就是說 不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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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是去到哪幾代 你這代算不算是 我爸爸那裡 都不是的了 都不是 我這代 就到了 第1 2 3 4 第4代 但是有些呢 就去到第7代 第8代 因為有些很早結婚 廚藝 你有沒有傳到下去呢 還是傳到你這裏就停了 廚藝來說 阿嬤呢 就有 就是說 傳給我一些家族的主法 一到我媽媽的時代 他都 有加入自己的 就是說 一些 其他的元素 一到我這代 我就就是說 保持著 即是說 那個古早味的味道 是的 因為你 就算用野菜來講 你創新 你沒有黃本 你一定要 就是說 知道你之前的那個味道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只可以 就是說 不要太油 有些草藝那裏 如果是太重的話 你就稍微 改一改 嗯 其實香港是很難找到 那些草藝的 在哪裏找的 是不是馬雷辛的 拿過來的 是啊 那些乾的 就是馬來西亞 寄過來 但是有一些 新鮮的材料 你還可以在九龍城那裏找到 所以才可以煮到 那一道垃圾 是 用檸檬 用藍薑 還有一些 不同的香料才可以做到 我自己 有放在我的Youtube 當然就是獻醜 如果在一個大師面前 那我自己都嘗試去找一些 正宗的馬來西亞 來做垃圾 是 我發現是很困難 是很困難 因為你不會齊 那些東西 永遠都不會齊 不過我剛才吃它的菜 所以我完全感受到 是100%很正宗的馬來西亞 謝謝 是啊 是 我整個心都已經好像回到馬來西亞 一樣 因為疫情關係 其實你都沒有回家了 多久沒有回家了 我說 最後一次回家 是兩年前 那我不可以慎辛苦 所以說九個月而已 不過疫情我想問 會不會影響很大 很大 之前的時候生意跌七成 坦白說 跌七成來講 就是做外賣 那時候你就 真的很難捱 自己的心情那裡 要調整一下 不止你一個 很多人都慘過你 所以你就 心情那裡 take it easy 繼續做 但是 準備的材料 真的說 你準備少一點 可能做少一點 不過大部分 最大的開支 在哪裡呢? 中級啊 香港 一定是中級 其實 香港 那時候 那時候 你想做 很多時候 多貴 可能 有些馬來西亞的觀眾 還是未知 或者是其他國家 平均上 在香港現在 差不多一尺 都要100元 100呎 差不多要 一萬元 一萬元 你計一下 如果是300呎 500呎 600呎 700呎 有時候是六位 六位數字是很平常的 香港開餐廳一部 裝修都很貴的 是 你一叫那些 裝修師傅來度假 是 他就給你一個數目 都是六位字 六位數 六位數 另外就是 這間店鋪 你經營的收入 是不是可以遮蓋到的呢? 其實是 之前都遮蓋到的 當 沒有疫情 沒有那麼多 社會的風波的時候 都遮蓋到的 但是現在呢 真是說 做不到了 好實說 是 都很殘忍 之前 但是現在已經 慢慢恢復了 幸好 真是說 因為都 受到控制 最少都可以 四個人 一位 有玩士 有些人 玩士很重要 是 食事 如果沒有玩士 真的不知道 是 誤士 其實是賺回你的租金 和食物的材料 在香港 萬事才正式的 對 真的 你的心態就是 很好 你會覺得 其實又不是我一個人 面對這個疫情的 都很多人都在一起的 是 可能收入的問題 就是 no pay leave 或者是失業 或者是直接又倒閉 又成功 很多間 去年的時候 十一月已經有四、八間的餐廳 已經閉了 那你們是怎樣維持到的 這個 我要 真的要感謝主 我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考慮到的 就是 我不用 有時候 不用靠這裡的餐廳 還有其他可以考慮到的 有另外的門 是令到你 又可以很 很平安 很 很開心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覺得 我覺得 也都可以在這期間 都支持小店 他們都不放棄 很勇敢繼續下去 我覺得 譬如說 好像今天一樣很好吃的食物 然後有一個 地道的馬雷斯 童香師傅 煮給我們 吃 然後吃完之後 哇 這些真的是實力 我覺得 不要埋沒這些實力 盡量支持小店 謝謝你們 大家都要加油 我覺得 因為不是一個人面對的一件事 是大家齊齊都面對的 我自己本身都 因為這個疫情 因為沒有觀眾 沒有觀眾 就不用唱歌 真的是零收入 所以我才做我自己的留言生意 網上賣 好像Derek說 都要找其他的方法 怎麼可以生存在香港 是啊 好像馬死落地下 是啊 是啊 就好像香港那種 獅子山精神 能失能溫 能溫 是啊 是啊 好像我們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波勒 哈哈 哈哈 波勒 波勒 如果我說Derek 波勒 哈哈 好了 我的vlog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vlog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如果你想訪問我IG 和Facebook 歡迎大家去到 Karen Call Music 我影片下面有個鈴鐺 記得按一下 我一出新片 你就會收到 即時的通知 訂閱他們 Derek老闆的Facebook Facebook 是 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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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你可以按一下Like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菜式 有時候推出一些新的菜式 你們就可以在那裡看到 也可以跟我們做朋友 謝謝你 還有今次的嘉賓 特別嘉賓 大家好 記得訂閱電械在香港 香港在世界這個頻道 我是主打 廣東話、香港文化和語言學習的 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們退下電械 拜拜